你有钟离了吗 你知道钟离怎么玩吗 你真的了解钟离吗 钟离的冷气 毋庸置疑 像持屏幕前的弹幕 一样的多 大家好 我是午觉 你什么时候睡觉 点灯钟离报道 相信点击来小伙伴 都有钟离了吧 还没有的 请把钟离不歪 玩到端府 打在钟瓶上 钟离作为契约之神 一定会遵守契约 来入你的身边的 为了帮大家抽到钟离之后 更好的上手 本期视频我整理了一些 多年钟离的进阶操作技巧 需要练习 就让钟离的实在体验大提升 相信他到最后 已经对你有所帮助 在讲到每个小技巧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在弹幕上打 知道或者不知道 大家有什么使用技巧 疑问的 也可以在弹幕评论上说说看 这一遍太久 谢谢大家送到一波欧气祝福 做出了点赞的兄弟们 一发出镜 做出了三年的兄弟们 十年三季 每次抽到 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武器 大家都会大耳支持 一 通中飞人 玩原神不整活 还有什么意思 暂至于大家表演的通中飞人 在房顶或者山坡上立灯柱子 然后计算好时间 在演技突然消失的时候 所有早又开启元素战机 才可以实现通中飞人的效果 二 突出货宾 在女士的一阶段结束后 会将自己冰在冰雕里 这时我们只需要在她身边 给她立了杯 我们只需要在她身边 立了柱子 这样我们再去捡蝴蝶 这样蝴蝶就会直接用掉 这才也不用重复 捡蝴蝶 打冰彪的步骤 这应该有很多人不知道吧 三 躲鲁龙王踩地板 蝴蝶强制三次所血 想必大家都很烦 通过输出 而无法导致伤害 在蝴蝶踩地板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会跑远来躲避伤害 但是有了钟离以后 就得在蝴蝶踩地板时 放在柱子趴上去 既可以继续输出 又不会被打到 这里说钟离有盾 待会可以看到 我这五万血的盾躺得住吗 四 帅气踢枪 钟离的第五段普通 是很帅气的踢枪 大家不知道的是 只要枪踢出去后 我们有跳跃 闪避 切人 或者点按E 都可以取消后遥 而且东击还是可以生效的 五 施滑连招 我们使用钟离输出时 可以很施滑地打完一刀普通 但是在对战小体型敌人时 我们一刀普通打完后 可以马上接E技能 这样敌人还会多受到一次 受害受伤害 六 跑除技巧之 弹射起步 在悬崖边弹射起步 幻力跑得比飞还快 那么你想随时随地体验 弹射起步吗 只需在悬崖边 放上一灯钟离的柱子 跑人去直接起飞 东西里收获突来了 也提到了跑毒效率 七 平地下落冬季 这其实不止钟离输而已 伸刀叫到长江角色都行 比如伸鹤 拖马 但是我们的3.5吋性能好像不行 八 抬盾的一瞬间没有盾 比如我们在炸弹桶旁边抬盾 可以看到先透血再抬盾 所以是说哪怕提法特最安全的盾 也怕炸弹啊 只要抬盾的时候 离炸弹桶稍微远点就没事了 九 无限护盾 一技能持续20秒 而冷却只有12秒 所以只要你的盾量做后 敌人就无法打破 那么你的盾就能常驻了 前面说到胎盾的一瞬间没有盾 但是续盾的时候 是第一时间就有盾的 其实在4的大风车里 也可以再次套盾 防着自己的城市咸游 10 被特地炸鱼真君 特地能炸鱼 而且非常的快乐 这点大家应该是知道的 那么你知道 钟离也可以炸鱼吗 我们在水边长按翼技能 就可以时间炸鱼 而且范围还非常的大 就是不知道钟离炸鱼 请会不会来端上禁闭呢 11 水中跳柱子 接下来水不是太深 终于一个柱子就可以插上 只要等在树子登星的时间里 可以和小伙伴们比赛 时间掉下去 谁就输了 12 强度检测 又到了美陆坑后 我们老朋友提米的时间了 我们悄悄悄来到 蒙德城前的桥上 再悄悄悄的 走到提米的鸟旁边 然后一个长按翼技能 或者天动外向 角色强度认证合得 13 天动外向不帅 天动外向动画很帅 我们都知道 但是你知道只要跳近 柱子放大招 就不会显示动画了吗 没有动画 可以让我们放大招的时候 断达战场 切日输出 取消后摇 而不是像大部分动画一样 强行动外视角 这里对手机玩家来说 比较友好 此次自动打自变银 我们将自变银部署完毕以后 在自变银的旁边放登柱子 切阿贝多放的刹那枝花 没有阿贝多用岩柱也可以 当然三在一起上的效度最好 这样就可以解放双手 做等收菜 好一个问题就是 你这周的自变银用了吗 15 为什么是弧形中阿 输出 二是钟离和阿贝多的双岩斗银 不会影响胡桃的行丘打中央反应 斗银伤害属于极弱元素附着 大家可以放心的把钟离 放在任何一个打反应的队伍中 16 太大无敌争的时候 盾也是无敌 不会有人以为太大无敌的只是角色 不盾并没有无敌时间的吧 这早在2.1版本的时候就逮版了哦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套盾啊 17 无敌不是真无敌 是不是有小伙伴以为 只要盾不破就是无敌的 所以有盾的时候是霸体的 但是依旧会被冰冻被水炮痛制 其他的痛制和打断可以免疫 无法挡住流血斗 通头之类穿盾斗的东击 还是会摔死冻死的 会受核辐射影响 像消太大不到太易 这种角色自身机制产生的透血 也是会生效的 这可能就是 金中罩铁不身 只能挡外伤 挡不了内伤 元素附着也是挡不了的 战胜了冰元素 依旧是为冬素变慢 打电 融化 冰冻反应也是会生效的 18多的盾可以叠加吗 大家觉得呢 是不是觉得约等于天下无敌呢 定不可以 就算你用上托马 迪奥娜 星炎 中铃 4的盾一起套上 最后还是会剩下盾量最多的盾 因为伤害是同时打在4的盾上的 但是会有的成就就是了 3号 兄弟们 是叫 快速挖炮 你还在一队队挖炮吗 太累了吧 手都要坦断掉了 中铃牌挖掘机 你则拥有 中铃的长按E技能 就可以同时挖掉一堆炮 有漏网之鱼也不用怕 大招来帮你 长翼接吐 提法车大陆就没有本阎湾帝军挖不了的痛 20 动民细节 听到实测 差不多是1.9秒一次 所以中铃E配合阿贝洛E不是次次都能触发的 而是相得一次 柱子虽然看上去有一个向外的动民特效 但是只是特效 对外物不然距离近远 都是同一时间受到动民伤害的 才能跟周围的盾炸物产生动民伤害 但是要注意 盾炸物要跟柱子的动民范围重叠 参动民 如果有3的盐炸物 但第3的盐炸物 只能第2的盐炸物的动民范围重叠 那么第3的盐炸物是不会动民的 这时候中铃E秘密的重要性就体现了 当然E秘密只是对于动民的玩法比较有用 21 断机打断 搭配阿贝多 飞谢尔 绳子 炎主 使用邓家 中铃立柱子 阿贝多放 刹那之花 炎主放荒星 绳子放三亿 技能放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跑到柱子上喝茶 探风景了 对待目盾丘丘人或者眼盾丘丘人时 还可以直接穿握护盾 打到本体 22 不会自动锁敌 人生里大部分角色的技能都有自动锁敌 但中铃的柱子不会 只会朝自己面前释放 中铃先生这么做 一定有他的道理 作为李悦七星的灵端的屏风也是如此 这可能就是一脉相承吧 23 E技能破盾 长按 点按 斗铭 都有一定的破盾中效 但同其他演戏角色一样 只是破眼盾显著 长按形成护盾的同时造成伤害 那长按消耗的炎元素不造成伤害 斗铭也是可以破盾的 但得了一次斗铭才能破盾 奇迹反应也是如此 演造物多 斗铭的速度 破盾速度也会变坏 二是拆尖曼主任 中铃的E技能 可以消耗至多两个炎元素单位 相信无限于灰雪蛇 三灯柱子是很多人的噩梦 因为一轮往往打不完 这时候我们的拆尖曼主任 就可以登场 只需要站在中间 一个长按E 再加一个大招 就可以装速拆掉两灯柱子 没拆完也不要怕 再换成大胆角色 抢了刀就得拆掉了 突然只有中铃是要打中铃的突破材料吗 二五柱子一放就没 是因为你把柱子放在Boss身上 如果不破碎 那不是Boss头战的插柱子 想想温迪7年神像 那不得被玩家们整多少花火啊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柱子存在的话 就不要面朝Boss释放 阿贝罗的E也是同理 二六 炎柱挡箭牌 小宝导弹很难躲 每次都会被击发炮弹打到 那么这时候 我们只需要躲到中铃的柱子后面 可以挡住所有的炮弹啊 但为什么不直接套盾呢 这样还可以站在大风车里 尘世咸游 当然柱子也是有血量的 两万血的中铃 柱子可以挡小把两发导弹 五万血的中铃 柱子可以挡小把五发导弹 但也不是全弹血量的 还有这数值叫任性 打算去强的技能 如狼王的一爪子 就可以直接把柱子直接拿破 二七 永恒之欲 还在为了操作变形 成为不当而烦恼吗 还在为了敌人伤害太大而烦恼吗 还在为了打不着雷神而烦恼吗 只需要一只中铃 就可以让你摆脱这些烦恼 护你一生一世 甚至可以让你和雷神二人转 所以还在等什么 赶紧三点点再抢斗吧 二八 站在柱子上回血 如果战斗太多危急 哪怕有中铃的队 也没办法护你周全 那么我们可以站到柱子上回血 可以吃到半一特的回血 也可以吃到琴的回血 但是吃不到迪安娜的回血 二九 突破炎造物上限 大家都知道原生里 最多只能同时存在三个炎造物 那这时候就有小伙伴说了 我就想问第四个咋办 那也行 只是要找到小一斗 可以直接拿来用 完美实验是炎造物动民的效果 一时半会找不到小一斗咋办 那我们可以用炎祖放在大 不动民了 直接逮地震 算是意见的索面板 我们中铃炎祖动民留的小伙伴要注意了 这技巧可以让你的伤害直接翻倍 只要在半一特大里放柱子 哪怕你离开半一特大招 柱子的动民伤害还是一样的 哪怕你离开半一特大招后 再放其他炎造物 一样是索面板的 结合炎造物的动民伤害 只取决于中铃的炎造物伤害这一特点 可以得出 炎祖只需堆充能 当到东民宝吉特 三一 温迪在就业 温迪大招可以将敌人拒移到疯眼中 但是今的角色 就可能会打不到 这时我们中铃的天洞万象 将敌人实话后 再使用温迪巨断 这样敌人不仅会被温迪的大招牵 还不会被吸到通中 这样角色也可以轻松打到啦 三二 超想通知 中铃大招拥有元神目前最顶尖的通知强度 可以通知游戏中 绝大多数敌人的行动 花朵带元素盾的深渊法师 深渊勇者 通知时间随技能等级增加 实际达到上限了4秒 使用效果延长2秒 使命时等到6秒 其大招的影响况愈达到20% 而且实话可以100% 打到敌人的大招 当然完全可以在秋秋王胎盾前实话他 只要输出刀 秋秋王没胎出盾来 人就会没了 我想拿盾牌的都还被死化了 也是可以无视盾牌直接消灭的 三三 陶特小人手 终于的柱子 问题的异技能 外野的异技能 这三的技能加起来是什么 是陶特的快乐啊 还解什么名 被他没用的脑子干嘛呢 三四 手机单语福音 对于电脑玩家来说 这一点才能无端紧要 但是对于手机和手柄玩家来说 这一点就自端重要了 单语的剑伤害很大 但是老是射不中 这时候终于的存在就自端重要了 我们只需将单语的剑 对准钟离的柱子 这样就不用担心打不到忍乐 虽然一段伤害还是没打到 但是比两段都没打到来得好 上午契约之神 众所周知 钟离是为契约之神 那么在这里 大家要祝每位三连端注点赞小伙伴 都能一发入魂 把钟离带回家啦 好了 以上就是我精选出来的 钟离超过小技巧 大家有什么技巧补充的话 也可以在弹幕的评论畅属预言 有什么不懂的 也可以在弹幕的评论提问 我会第一次愿回复的 相信都会大有乐心报夹的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一定要点赞三连端注支持一下 你的独立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最后当然是要送上一波欧气祝福 这时候三连端注点赞小伙伴 小伯理不外 小角色武器通通报回家 我会持续到下了 更新更多都有趣的视频 感谢大家的关注点赞三连支持 下期视频再见啦 大家好 我是五娇 你什么时候睡觉 3.2版本上线后 原神的角色数量 也是来到了58位 其中来一拉是3.2下 马上就上线了角色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端端动态 从剧情 角色语音 去上PV等途径 得知15位会进入UP塔车的角色 本一视频就来盘点一下 原神通过的这种途径 已经登附的10位新角色 并分析一下 他们可能UP的大爱时间 武器类型 属性 背景度视 龙端戏等信息 视频看以前 谢谢大家送上一波欧气祝福 就说三连端注点赞的兄弟们 一发出镜 十连三进 每次抽到 当中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武器 但也都会大好支持 一 戴因斯蕾布 已在早到2020年9月28号 就东部立会 但直接迟迟没有进入塔车的角色 在游戏中 也是早就有端于他的魔神任务 而他的神之眼 更加的奇断 是一堆奇断的符号 在足迹PV中 也有一句话引人深思 那就是 从世界之外 我们取得否定世界的力量 那么这个力量 曾经是独立于7元素之外的 可以参讨一下 德毕尔三崩子 本来 异能 机械 生物能属性 何其相处 但是突然通降 一个量子属性 塔瑞亚也有可能是这样的 早到2020年9月28号 原生当方就放出了 提卡特片的足迷PV 也遇到了七夺的登场顺序 在七夺之后是塔瑞亚 因为目前PV中出现的角色 都进入了塔车 那么 戴因斯蕾布 很有可能会在塔瑞亚登场时 进入UP 不过 七夺出场都有顺序 但是到塔瑞亚 只是乱嘛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 塔瑞亚会穿插到后续的版本 而不是自动登场之后 才会上线 大腿在弹幕上说自己的理解 2. 法尔加 西风骑士团的大团长 蒙德战力最顶尖的一批人 在东指的原因中 描述法尔加是西风骑士团的顶点 而当前 蒙德阵营内的 罗莎利亚 雷哲 都是法尔加带回来的 他还亲自指导雷哲的剑术 所以法尔加可能会是弹角色 而且作为西风骑士团的大团长 还有可能是 风原术弹角色 目前他也知道的是 法尔加率率 西风骑士团的八成精锐 进行着远征之旅 最近一次 对于法尔加的描述 则是在3.1版本的 《追风加量节》中 米塔带回了法尔加的信件 信中提到 法尔加注要在提法特的北境 这的北境 可能就是自动境内 根据信件的语气 以及情背景都市中的描述 法尔加可能会是 一个导致校的壮临大叔 可以说这 方能一斗 蒙德分斗 上线的时间 可能要到自动 或者我们在探索 后面区域时 也可能会突然碰到 带队的法尔加团长 3.米塔 米塔是一位侧阳员 任职于尤拉的有机小队 之前认随远征军 在外执行任务 最近的消息 来自3.1的《追风加量节》 也就是他带回了 法尔加的信件 我们可以得知的是 米塔是冰属性角色 神之眼的位置在右手手背 而且有着较为精致的 独立建模 米塔独信的这段剧情 英配真的很精髓 目前还推测不出 米塔的武器 但是拥有神之眼和独立建模 很有可能就是 后续会上线的角色 至于上线是什么时候上线 有可能是尤拉富特的时候 或者跟大团长一起上线 是爱丽丝 特莉的妈妈 她只是去风能一进 转了一圈 结果风能一进就逮明了 逮成了风能废墟 在原神的数据中 有一本书 名字叫做《提尔特游染指南》 其中就记录了艾瑟的动战季 大家等兴趣了 才去探探 而她的神之眼 可能是火系的 和她的女儿特莉一样 如果进塔时的话 时间可能差不多要到 我们走完七朵之后 因为爱丽丝现在在守护 提尔特边境 从巨型安排上来看 这时间点也比较合理 5塔维 在3.2主线巨型中 塔维也是出现在大家眼中 外团上是一位 金化大长腿的帅德 谁能把她和导土木的 联想到一起呢 而且她还被妙人派 推举为新闲者 脑子应该是非常好用的 就像艾尔海森那样 但是 谁又能想到 她帮助多利 见了塔莎在来东 反倒欠了一批主债 导致现在只能和 艾尔海森住在一起呢 言语中也是非常倒笑 人色外端极其不符 可能这就是倒笑难吧 而在神之眼的属性上 巨型中也是出现了 一晃而多的 潮汽神之眼 猜测可能是像 海德一样的当地角色 具体上连时间 可能会在虚密沙漠 上方地图探访时 大家应该有见度 那边有一个很大的龙远峰 而巨型中 塔维说她在沙漠 倒入的大东城 所以极有可能 是在这的位置 6.艾尔海森 在巨型中 我们得知 海德是五星草气 大人军角色 而且是滋润派的领头人 因为海德在巨型中的 出场事数较多 再继续下去 海德的兔子都要被扒进了 所以预计会在 3.4或者3.5版本上线 大家觉得呢 7.迪西亚 在巨型里 几乎是和海德同时登场 当时她担任的是 迪娜折代的保镖 在巨型中 我们可以发现 她是五星火区大人角色 由于巨型中 迪西亚的出现 都是被卷进来的 不是以巨型中 主流的身份登场 所以近期上线的带率较小 但是她作为沙漠的子民 可能会在沙漠之后的 部分探访时 这次我们一起探索 推测up时间 应该在3.5至3.6之间 也有可能和艾尔海森 同一时间up 一个走上 一个走下 类似于3.1的尼路和赛诺 8.白竹 这被大家认为 已是博士 善而切片的人 在海德的巨型中 也是有着白竹 带着七星去探病时的剧情 而前往的区域 还有可能就是翘云庄 而翘云庄的区域 我也是有详细讲度 但兴趣的小伙伴 才能到我这期视频中了解一下 那么翘云庄探望的时候 白竹亭人就是剧情人物 就会进入塔池 实验上有可能是3.4版本 因为那时恰逢离月的海灯节 9.瑶瑶 这是很早的一位角色了 这等瑶瑶小伙伴们 请把瑶瑶无亲打在东岳上 目前的瑶瑶只存在于 重能的语音中 以及中秋的祝福图中 当然于是他的家长 或者说是肩负人 七说他像小团阙 而且两个人都是小萝莉 而且都爱不普鲁 还和香菱一起 等随皮姥姥学艺 所以皮姥姥什么时候进塔池 还很喜欢到北斗的船上玩闹 从今年的中秋祝福图下面的描述 我们可以发现 白先生要访这样的锻炼词 联想一下就是白竹无遗 从角色一身绿色的符号上面 可以大肆猜拆了出 瑶瑶是草丽角色 那么他还有可能和白竹 在将军庄地图开启时上线 瑶瑶终于不是那么瑶瑶武器了 10.00与00一特 这两位则是出现在 东方的足以PV中 风担的卫星角色 就目前矮探 出现在PV中的角色都已经登场了 那么这两位肯定也是会登场的 而且极有可能是在4.0或者4.1登场 从PV中探不出 两位角色的属性以及武器 我当然推测 这两位角色上线会有两种形式 1.两位角色不容属性 分别上线 2.两位角色可以通过 技能切换 类似于三分子中的彼岸双生 大家觉得呢 不过这个需要到明年才可以揭晓了 11.一安三 同样是在足以PV中出现的 它是纳塔的卫星角色 从PV中的画面探来 一安三大大类似火系法律角色 握紧拳头的样子 让人感觉像是火系屏障 推测是法律角色 但是用的是拳头 技能和爆炸息息相端 非常弃而纳塔战争的主题 上线时间可能在5.0或者5.1 12.普气涅拉 鱼人中的直径端之一东基 作为自动的卫星角色登场 之前有说过 鱼人中的直径端除了女士 都是有可能进入塔池的 女士也不是不可能 万一女士被某种方法复活呢 或者只是假死呢 只能说明还又是自由的 还有一道很有趣的地方是 冬子 女士 闪兵 都变成了周本 那贪然鱼人中还得凑出8的周本呀 13.发禄山 东方10月31号发布了他的立会 从立会上来探 发禄山的年龄并不大 散落之所以称呼发禄山为前辈 是因为发禄山受到 刺王以及残留力量的影响 变得不会衰老 从东方东部的信息来看 发禄山是滋润派的大佬 精通极端之术 省这些属性为风系 目前探来应该是一位四星角色 武器大大率会是东剑 可能会和闪兵在3.3版本一起上线 时是闪兵 闪兵已经从夺崩 打名为流浪者 可能会在3.3版本进入塔池 所以一轮中16位执行端 目前只有博士 仆人 木偶 仇爵 队长 少女 妇人 七位角色下落不明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剩下七位执行端的登场 15.斯特特 在东子的语音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 斯特特是东子的老师 而且实力很强 一支手就能吊打东子 而且是位女性角色 这一角色大大率会进入塔池 因为在角色语音中 出现的大部分角色 最后都会出现在塔池里 这也是米韩游对于角色的 前期普遍 人物塑造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交流讨论一下 对这十位角色的探访 感谢大家的关注 点赞 三点支持 下期视频再见了 封章魔术哪家强 黑丝皮裙小猫娘 普遍女儿 双子妹妹 林尼特的冷气毋庸置疑 就像此时平空前的弹幕一样的多 让我们把林尼特满命 玩到端服 打开东西上 大家一定很好奇 林尼特能为我们带来 怎样新奇的游戏体验吧 机智 强度 但使用技巧又是怎样的呢 为了让大家在封章 或者正为舒适的游戏体验 与使资源不浪费 本期视频就来为大家深入解析下林尼特 并解答一些多人林尼特机智与强度的问题 三点端度午觉 后续有人第一时间获取原神最新动力 林尼特四星风源速 拖拖复西间后台辅助角色 相比于同为四星风系的小鹿 林尼特不仅突破同样 达到百分之二十四方加成 而且面板三维全方位领先 同时自带 嘲讽巨断 刀销跑途等多的动能 综合能力更加突出 并且风台版本加入了 方和盲俩的全新阵营属性 林尼特是目前4.0唯一的荒属性角色 无论时代风台探索的解明 还是用来针对一些特定的敌人史 都极其实用 而且按照断断令 使激励系统大带率会在后续版本进入深渊 那么林尼特作为的万金融的风系拖角色 也能让我们之前的穿透队伍 更轻松地动略风台新深渊 此外林尼特养成难度小 配对灵活 大世界跑途探索能力极强 探索风台 新时代萌新之友 养成素材 如图属是搭台截图宝存 顺便点的战 他到最后也会为大家奉上 武教精心制作的一条路培养冬略的 普通龙击 林尼特使用大手剑武器 进行四段攻击 一套动人造成五段伤害 如果有一说一 林尼特的普通模组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这辟邪程度比特勤都强出一个档次 不过他的普通败率确实不大突出 不适合来战场 重击消耗一定体力造成两段伤害 虽然重击结束时 这转刀的小动作挺秀的 但可惜林尼特的重击倍率非常低 大爱只有特型的60% 扇中基本不会用到 这不过只能说 辟邪借惑法亦有差距 林尼特六命前 无人普通还是重击都只有物理伤害 三架子不到 大腿不用升级 有数战技 林尼特的战技分为点按和残害两种失望方式 不过CD都是12秒且直斩四球 点按后林尼特会立特向前突刺 造成风属性伤害的同时 基于林尼特的生命值上限 飞入一定量的生命值 并在后续四秒内 基于当前的血量百分比 持续消耗生命值 这的回血效度和阿冷相反 属于先回血再偷血 虽然没法套置的技能满血 会让强迫症很难受 不过回血量总的来说 还是比耗血量高的 长按时则会进入 一人通通的急跑状态 并标记附近敌人 急跑结束时 林尼特会立特闪到 被标记的敌人身旁造成伤害 则注意的是 距离多远时 标记会被直接移除 但依然会释放一次突刺 不过这的飞雷神 帅堆帅 但实战中却很容易内堆 尤其是在用战技 躲避一些大范围AOE时 非常容易被标记骗为原地 然后连接伤害 长按战技后的急跑 虽然时常较短 但逃一到他本身是风系角色 容易触发双风动名的10%移速 在大世界里 完全可以当作小夜兰 无论是台风跑图 还是收菜 金斗量都非常好用 顺带一提 零一特的战技 每得10秒 才触发一次 带有荒性死击力的风元素伤害 这个伤害被视为战役伤害 同时不会触发突然反应 但在风单人 用来处理一些芳芒极端 或者自然芒性死击力的段落 解除他们的荒芒状态 并使其虚弱 元素爆发 低密零一特的核心辅助技能 释放时 零一特会先用斗篷 造成一次范围伤害 然后在召唤里的 带嘲讽的猫猫盒 此后 每得1秒 造成一次小范围的风伤 如果持续时间内 接受到能被拓散的元素 那么猫猫盒 就会登据首次接触的元素进行蓝色 蓝色后 猫猫盒每得2.3秒 就会发生一枚 对应属性的元素炸弹 并造成范围伤害 比如零一特 释放完大招后 切心海液 那么猫猫盒 拓水后 就会被染成水属性 保留每秒一次的风伤外 还会额外对范围内的 敌人释放水元素炮弹 并造成落水附着 此外 零一特的大招 具有莫娜意义一样的 嘲讽特性 可以起到一定的巨大作用 虽然场地情况下 巨大能力 肯定比不多 温敌万叶 但面对一些大体重 无法牵引到凤段时 反而能起到更好的效度 而且零一特的大招 总共持续12秒 持续时间 还能造成11次范围风伤 如果得零一特带风套的话 那么大招算是非常优质的 后台巨大加减烫技能 但可惜的是 零一特的大招 但又如大家所见 范围和频率比较捉急 目前来看 零一特的大招 很难在当区蓝色的 万达和勇动队中起到作用 杜有天赋 巧思协同 释放大招后的10秒内 如果队伍中存在 不同元素类型的角色 那么队伍中 所有角色的动机率 都会得到提升 在队伍中有四种元素的时 能提到20%的动机加成 等支援于一套失踪式 杜有天赋 道具完败 猫猫和蓝色时 能提到15%的大多伤害 提到了零一特 在反应队中的 后台输出能力 杜有天赋 点位记忆法 探索了天赋 他也在小地图上 显示周围复苏水团的位置 并提到复苏水团的耐力 与生命值回复 搭配零一特自身的 跑图能力和死机力特性 他也预见 零一特将为是 风担版本 大世界最好用的角色之一 加点方面 战技是低密零一特的 主要输出加充能手段 优先级最高 大招的伤害倍率比较一般 即使不加点 作为脱手突然技 也完全都有用 所以加点优先级为 元素战技 带于元素爆发 带于普通 推演点字 一档九档六 存档减探加荒芒冬巨人的话 也可以拳都不升 六命零一特 可以提到一些 普通的加点权重 但依然建议 优先点战技加点 零一特的命座提升 比较平滑 除了二命外 对本体都有一定的补强 不过对辅助零一特来说 零命即是完全体 但由于4.0版本 直接送了零一特 所以如果不是自爱党 想要零一特主席打输出的话 低特和平板家 没有太大必要 继续追求零一特命座 想抽到命的 最好能一步到位 直接满命 可以获得满命万叶同团的 风附魔并解锁战场主席玩法 这里顺带点一些 之前没体验度 满命万叶小伴特普一下 风附魔和其他元素附魔叠加 会直接触发 对于元素的创业效果 这是什么代言呢 简单来说 产生强往拓散 并放为减烫 这减烫能对于一些 原本堕物上元素 吃不到减烫的堕物生效 战略意义非常重大 尤其是对战兵法师 或者兵死图时 零一特站在扮演圈里 能连续拓两次强火 迅速轻通敌人身上的兵盾 这场是之前满命天地 才能尝试的特殊玩法 这次直接下放点了一个四星 就问你想不想吧 这种玩法还得适配 充云坦蒂斯 但要达到能下声音的强度 还是得当满命搬野 不过搬野当好和零一特 在同一个池子里 而且4.0还会免费 正受一个搬野命座 所以目前来看 如果能抽到 或者已经有满命搬野 并且想尝试零一特新玩法的 再注意一下满命零一特 体验一下满命万一级级别的拓来乐 否则不建议特意为他抽取命座 武器推荐 首先是冲冷武器 零一特最适合的武器 等于是西风剑 能加速大量回能 保证后台剧断 以及封套减碳的附碍率 此外西风剑的特效 铲球也能帮助全队循环 对一些依赖大招的前台输出 非常友好 是最具性价比的选择 如果队伍中其他角色不缺充能 也可以带祭剑 最大化零一特自身的充能收益 其次可以选择免费的 腐蚀之剑和天目引打刀 新的封单大刀剑 挥合杜手可以使用 不过由于所以这把剑的颜值 呃 会不会和咱小猫梁不太适配啊 辅助武器方面 由于西无师对精通有一定要求 而我们的小猫梁 目前不准备追精通属性 所以只适合带五星的仓鲁自由之士 零一特的大招可以刀瓶出外元素反应 很容易就能吃满这把武器的特效 如果是六命零一特想走输出路线 首选宁华专武物切之回光 刀儿的爆伤和白纸 能让零一特轻松面板毕业 而且六命零一特胎役后 自带普通附魔 能完美吃满物切的武器特效 骑士特选的盘炎节律和天通之刃 此外想打正常普通的话 也可以带零人的专武薄剑 8秒的普通赛提升 但好能完美附带零一特的附魔时长 四星武器中排名第一的 毫无疑问是全新大月桃武器狼牙 精一就能提升百分之十六的战绩加刀伤害 以及最多百分之三十五的暴击 平民六星神器 黎明神剑由于有血量要求 而零一特由于战绩特设特性 很难满血 所以不适合 如主要走 猎章方流派 也可以携带相遗隆隆 以上这些都没有的玩家 也可以先用这些输出弹尔剑堕度 圣语物方面 首推封套 即封伤 拖上减伤 减烫 各种加成预生 进一步征服零一特的大多商业 辅助能力 提升非常全面 如果想走输出路线的话 零一特透血叠成的特性 非常适合封单的新圣语物 足以猎人 散众才轻松吃满百分之三十六的暴击加成 大大减轻输出磁条的毕业压力 如果风单单胎 来不及刷出优质心套 也可以采用二风二恋人的搭配多度 低命建议 主持要方面 冲能杀 风伤杯 双爆头 副持要方面 元素冲能效率大于双爆 大于大动机 满命建议 主持要方面 冲机杀 风伤杯 双爆头 副持要方面 双爆大于大动机 大于元素冲能效率 目前零一特配队有两种主流选择 首先是低命者 拓散加减烫的辅助中具人玩法 可以加入零一特配队组 伤火为风 由于零一本身是对单特化主席 万叶的巨断和情拓效度 会打赢折透 配队中 完全可以让零一特 来承担拓火减烫的职责 同时这个配队还拥有 荒和盲凉的使机力 能应对风担所有类型的环境 放弃性也非常优秀 然后是让满命零一特主席的风伤队 杜敏斯已是由三位辅助角色 组成的三短A阵容 能够最大化发挥 满命零一特自身的输出能力 增伤辅助方面 风系专服发挥三 基本上必不得少 发姐自在增伤 减烫 动机提升 暴击加成等多种争议 在结合中式塔和中莫东 单人就能提到零一特 约50%的输出 不过发姐对命中要求比较到 低命很容易塔充能 小玩乐舒服 自然要求二命 顶配更是当时六命 此外零一特战场 普通极其容易被断物打断 所以配对中 基本当时有一位顿斧角色 其中五星与钟离最优 四星则推荐来一拉 最后一道位置 优先选择增伤辅助 首先推荐五命级以下的扳野 其次则是能在后来增伤的夜兰 他大招大号龙完美 协同零一特的战场普通 同时双击跑 无论是大世界还是深渊 用起来都非常舒适 所以大家更喜欢点零一特 带哪些队友呢 可以在评论区说出 你对零一特的疑问 最后是零一特的一头都略 大家可以在弹幕评论上说说看 视频看以前 现在要送上一波欧气祝福 做出了三连端注 点赞的兄弟们 一发出镜 十连三斤 每次抽牌 都能抽牌自己想的角色武器 感谢各位大耳支持 十一 实战技巧 实战中如果需要纳西达战场 那么怎么样的操作 最司法呢 没错 那就是三A跳 或者三A中 因为纳西达的四段普通 前三段的前后摇最小 所以我们只打前三段 打完三段跳跃 或者重机取交后摇后 再进行下一套普通 十一 远程融化 那西达配合火冬角色 可以持续打出燃烧反应 这时 战云的远处射箭 就可以打出融化效果 再也不用担心 近身打融化 结果被断融化 9 捧击制 那西达的普通和绳子一样 都是向前方造成AOE伤害 不都有刀度限制 叹刀的敌人 那西达普通是打不到的 不过重机可以打到 8 一技能探战断 那西达的长安 也会提升它自身的探战效果 那么这效果如何 你知道吗 这探战效果和雷神探战大招后相同 可以硬弹小宝的大风车 实际中基本不用怕被敌人打断 就算被冻结了 也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7 一技能范围 元素战机不管是长安还是短安 都可以采集范围内的材料 那西达一技能短暗的范围 和泥路水环大小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身边 3到4的身位 长安的距离 差不多是无限朝场地的边缘 6 一技能伤害机制 一长安才选定 自多8名敌人 如果你第一次只标记了两人 再释放一只一技能 还是只能标记8的 但是两只一技能标记的敌人 还是会连接在一起 被断上标记的敌人 只要有一只身上发生草元素相当反应 那么所有断物都会受到伤害 并施加独一的中草附着 机构冷却时间为2.5秒 可以通过大招来减少这种冷却时间 还有一点就是 那西达的一技能不会锁面板 所以不管草神先一后Q 还是先Q后一 对实战影响都不大 5 一技能采集机制 一技能不管是长按还是点按 都可以采集材料 只需要镜头掠夺接着采集 不需要全部都在镜头中 每次采集的上限是5的 需要注意的是 被建筑物树弹等实体挡住的材料 是采集不到的 但是被树叶 断木等非实体挡住的材料 是可以采集到的 大部分材料都是可以采集到的 这边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个表 大家可以截图保存一下 而且一技能还会有的小小蛋 在一技能对准虚迷头上 有名字的NPC时 不管长按还是短按 都可以读取他的心理活动 一次只能读取一位NPC 四 一技能采集 产生一技能不管是长按还是点按 都不会产生元素威力 只有标记后的第一 四 七次面积伤害 才会产生三枚草元素威力 也可以理解成 每七秒采集次球 一轮一技能 最多可以产生九枚草元素威力 成就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三 纳西达元素负责机制 首先是普洞 第一段和第四段 会得敌人施加落少附着 重机会得敌人施加独立的落导附着 然后是异技能 异技能不管长按还是短按 那一瞬间都为独立的落导附着 而后续的标记伤害 每一下都为独立的中小附着 所以说草神的断导能力十分同步 二 大拗机制 那西达的大招不会造成伤害 主要是用来提升异技能伤害 以及为这样的角色提升元素精通 在一些会吸能或者铲球较少的参与中 也能发挥出自身最核心的能力 只是丢失了一部分辅助能力和意见的伤害 不会因为没有能量太大 导致角色的伤害大大降低 比如伊斗 赛诺 萧 灵花等角色 所以那西达被环境针对的情团 相对于其他角色会减少很多 米哈游总部份以后出乎不能被断了也断吧 那西达的设定 其实那西达定位有些类似于叶兰 叶兰是具有一定战争能力的后台辅助 傅希 那西达同样是具有一定战争能力的后台辅助 傅希 而且两者同样为六命 战场可以打出非常不错的伤害 区别在于 那西达的元素附着的伤害主要来源于异技能 普通可以补充伤害和不多的多少槽 一兰的元素附着的伤害则是来源于异技能 普通实战中基本用不到 除非是六命 那一兰是T0 那西达是什么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你还知道那西达是什么使用技能吗 欢迎在评论区补充讨论交流 感谢大家关注点赞三点支持 下期视频再见